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試して下 作る内容 蘸薑 酱油 蘸的來自炸 蘸,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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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粉 鮑魚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关键在什么叫做中卫 什么叫做中位 他们两个是分开看的 这个要看你是在讲什么样的资料 这个是什么资料我也不知道 那有可能是号码或是什么 或是身高或是体重 看他在货的是什么 然后他用数字来表现 那什么叫做中位呢 什么的中间 下个关键 什么的中间 什么叫做全部 你要用的东西的 种量 什么的种量 就是你们在讲人脑 对你们在讲人脑 可是什么叫做种量 就是我资料 资料 资料 总共的 建树 这个叫做他的全部 懂吗 从这个全部的 什么 一半 对不对 那这个就要看你想要研究什么样的 这个树就要看想研究什么样的 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年龄 这边就会是用年龄来表现那个数字 想知道身高他就会用身高来表现那个数字 想知道体重就会用公斤来显示那个数字 想知道他的薪水就会想要用他的多少钱来表现 对不对 可是这些数字是由看看你有哪些笔资料 你要先收集收集很多笔资料 对不对 就像我今天早上站出来有五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就有五笔资料 本来有四个人就有四笔资料 对不对 那这四笔资料里面我要看的是 四个人站出来我要看的是他们的身高 所以对他们来讲什么叫做中卫呢 那就是我总共的资料有几件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他是两个东西 就是他是这样 所以呢 我的资料有谁呢 我有亚轩 对不对 我的资料有谁呢 早上我还有林思 然后呢 还有是 红翼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佑森 然后呢 亚轩的身高150 林思的身高155 红翼的身高150 其实没有差不多157 优胜身高 真的假的 好 随便在讲的 好 所以呢我们把它 基本上 这个中卫 这个中卫 这个中卫讲的是 呃 我总共有这么多笔资料 对不对 总共有这么多笔资料 我资料数有这么多笔 每一笔资料就要看我看想要看什么 我想要看身高 然后 那我那个数字就会写身高 对不对 如果我想要看的是体重 我这个就会写体重 那那排序就不一定是这样 是这样吗 好像也刚好吗 不一定 这两个的体重我就不确定 谁重谁钱 确定吗 好 就不一定是这样子排啊 或者是说他们现在手上 身上有多少钱 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他这个 优胜肤一定比较多 他的也不是都是他的 那总物不代表他现在已经没有 你把他现钱 就算 就算 那些钱那个钱不是他的 不算是他的 你终于留有 又让我说他的 哦 好 好 所以呢 所谓的中卫 所谓的中卫就是 要看我有多少笔资料 对不对 知道在哪 总键数 总键数 然后呢 中卫就是 先排序排好 然后呢 找中间的地方 所以 你要讲中卫 你要先知道你有几笔资料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总共有几笔资料 或者说你们说的 全部 有几笔资料 那这个就是一笔一笔的资料 对不对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总共有几笔资料之后 接下来你还要做什么事情 还要排序 对不对 排稳之后你才有办法真的知道中卫数是谁 你才有办法知道中卫 找到中卫之后呢 你才能够知道中卫数 你要先找到他 找到他之后呢 找到他之后呢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然后再看看你要看什么 对不对 你要看的是这个 然后你就会拿155加157 把这整个看懂 然后自己写 写在笔记簿 什么叫做中卫数 存得到他看懂 你要存得到他自己写 例子你可以自己写 看懂写在笔记簿 你也可以用我黑板的例子 你也可以自己举别的例子 基本上我们资料的呈现一定是 一笔一笔一笔 不一定是人民 有时候是学校 有时候会是 每一下公司的移民状态 或者是 他不一定是人 有时候会讲建筑物 建筑物的那个能源的使用情况 来看看你们的耗电情况 有时候不一定是人 那他资料呈现一定会是一笔一笔 但是他会有他关心的东西 他会有他关心的东西 如果想关心身高 那我通常可能 建筑物有时候也会想要关心他的高度 比如说101大楼 我们那时候是说 是什么 台湾最高的 或者是甚至东南亚最高的什么 对不对 你会在乎他的高度 就建筑物的高度 然后来比这样 那时候就会有把很多建筑物的高度 都把它拿出来比 所以你要知道中位数 其实整个的过程 整个的过程 你必须要先知道有几笔资料 对不对 你要先知道你在哪边研究 对不对 你收集了多少笔资料 你收集了多少笔资料 所以总共有几笔资料很重要 对不对 总共有几笔资料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排序 排完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中间在哪里 对不对 知道中间在哪里之后呢 然后我想要研究的是身高 所以你就会把他们身高 拿来算 那等会儿自己写 写不完整还是可以再看一下下一版 但是记住绝对不要用抄的 有看有想跟直接抄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再回到刚刚的这道题目 你要怎么解决这道题目 所以你应该在解决这道题目之前 你应该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很重要 没有那一个我就没办法 那基本上已经帮你排好了 对不对 中位数四分位数都一样 四分位数就是一半再一半 他这个在讲中位数 所以你要讲中位 你要讲一半 所以你应该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的资料到底总共有基底 对不对 你要先知道这边有基底资料 基底先把它数出来 这边有基底资料 不想数就要用算 那你就要有方法算 对不对 动脑筋 你要先知道 从13到305总共有几个数字 那他显然 理论上他应该要跟你讲了 他这一题没有讲清楚 他要说 我这一笔资料是等差数列 请你补上去 题目一定要讲清楚 他这一笔资料是等差数列 可以上去 诶不是诶 诶等一下 哦好啊 抱歉没有等差 那因为等差 为什么知道他有几个呢 也是可以 对啊 大概用中位数就加一笔 自己多少 哦 哦 我不需要知道他几个 对不对 对啊 那这里更简单的 所以 哦 所以目前我已经知道中位数 在这里了对不对 对 诶为什么中位数可以是 刚好是他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基数 基数 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 刚好举的这个例子 是偶数 对不对 所以中位数 这边就没有 没有资料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举的是偶数 所以这边就没有资料 所以我只好 往前往后 对不对 如果把成君州加进来 如果把成君州加进来 如果加上成君州 成君州身高1 为什么你让我清楚 就是 本来四个人的时候 中位是在这里 加了成君州之后 中位数就变成是谁 加了他之后 中位数就变红翼了 所以如果是无比资料的话 中位数会是红翼本身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是中位数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左边的数量 会跟右边的数量 会刚刚好一样 对不对 对了 所以就代表 这一边的人数 把这边的 这边的资料数 跟这边的资料数 数量会一模一样 对不对 对了 他刚好在正中央那一个这样 所以显然总 总共的资料数 是基数的 基数的才有可能 中位数刚好是一个数字 如果是偶数的 如果是偶数的 他就会对切 对不对 切半了 然后再相加数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 很显然他是基数格 均州有加进来 所以红翼会是 唯一的一个中位数这样 就不需要跟别人相加数量 所以当你把他加进来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边比较多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比较多的话 换句话说 就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而且他会加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多一个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这边有五十个的话 这 其实不用这样 反正就是这边有几个 这边就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你加一个进来之后 这边就会多一个 对不对 他就不再是中间了 对不对 他就不再是中间了 好我们还是用算的 这边如果是五十个的话 这边就会是五十个 对吗 然后我加一个进来 这边就会变几个 五十一个 哇那这样就不公平了呢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个就要变成给他 对不对 这个就变成要给他 所以这个要加给他 这个要加给他的话 就要变成切这里 对不对 这样才会这里五十一个 那你也是五十一个 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他几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这样子写 然后N加1是加在这里 然后这个切下来 这边N加1那边也N加1 对不对 所以中位数就变成在这个位置 这边就没有人 对不对 没有人之后怎么办 相加除二 就两个相加除二 来把它写完 这里不会了 你务必要画土 把黑板我画的土 自己画一遍 一定要画 你本来是空白 不晓得该怎么办的 你一定要画 我会特别检查你 N只是一个符号 因为我不晓得 他到底总共有几个数字 那边几个数字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他们数字一样 所以用一个符号 来表现他们一样而已 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 其他题目有问题 一定要画图 因为我在解析就是画图 而且你最后要把答案算出来 要把它算出来 要把它算出来 答案不可能是这个 答案不是他 中位数是你先找到位置之后 先找到位置之后 在 他那个119跟120 就是他的资料数 所以他的资料 所以他的资料 他想要看的资料 的那个数字就是119 他想要看的那个资料的 他想要看的那个资料的 数字就是120 就是 所以你会抓119跟120 不对 不会抓挂挂挂挂? 什么时候可以用挂挂 来挂挂挂挂中间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你可以把13加上345 除以2来取代119加120除以2 等差数列才有这个特型 对不对 很简单举个例子 3 4 5 6 7 8 9 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这个时候这两个相加 会跟这两个相 对会跟这两个相加一样 也会跟这两个相加一样 然后就会刚好是中间的两倍 忘记的请你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记得我不要忘记的一定要写 这个叫做等差数列才有的特色 等差数列对称相加会刚好是中间的两倍 对称相加刚好是中间的两倍 所以对称相加除以2会等于中间 等差数列才会有这个特质 然后请你们去看 把它上完我要检查 你们真的有上了 看到 显然你用很快的上 哎糟糕不是用慢的上 你想一下怎么上可以快 你也是用慢的上 好 还没上完哦 要上完 其他同学请你看一下 还有哪一题有问题 也是用慢的上 好 你也是用慢的上 好 你用快的上 好 那个 好 其实他 他他相加除以2其实很容易算 你们忘记了 有些人忘记了 可以轻松一点算 当然轻松一点算 平均的意思是最后他们两个要变一样 对不对 平均的意思 平均的意思就是最后他们两个要变一样 对不对 因为就是你把它加总之后除以2一人一半 啊你看一下你的数字 这里119 这里120 所以平均至少也有119不是吗 对不对 知道要说什么 就是反正你把它加完之后 你的除以2的意思是说一人一半 对不对 一人一半嘛 既然是一人一半 这个119这个120 那当然就是两个至少会有119 所以这边多了一个1对不对 他1再去分了 1再去分的话就会一人多少 再给你0.5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1除以2就可以 所以他是119 这个不知道的其实你要写 要再写一遍了 你不需要真的加 因为这样花蛮多时间的 首先你要先把他们两个加起来 239 接下来你要除以2 如果你计算稍微不小心也是有可能会算 所以我现在就要21得2 321得2 19 再来29 再来29 1 然后1.5这样 然后我那个算法只有算哪里而已 就算这里而已 所以要学起来很重要 你要记住平均的想法就在要变一样 对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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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还有没有哪个题目有问题 统计的部分 先把它写完 先把它写完 这题固必要写完 我要检查你 其他人请你看一下 还有哪一题有问题 固必要看 固必要看 固必要看还有哪一题有问题 经济部分先不看 统计的题目先认真看过一遍 还有没有问题 很快来看过一遍 有问题要问 陈宁师问问题 好我们看四十八页 我挑你问 如果你真的没问题 你也可以不用问 四十八页的哪一题 好那就上面那一题 也是 下面还是上面 下面 下面 好 所以信成国中那一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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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 对不是不一样 就是我的很讨厌 他有两个页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有两个页 好四十八页的最下面那一个 所以是在讲 好 他也是在讲平均对不对 他也是在讲平均 所以测量一个物件九次 为什么要测九次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测到九次 为什么不要测一次九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测超过一次啊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测超过一次啊 那你眼睛跑掉了一次 什么时候啊 感觉上好像有哦 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 你可以帮我想一下 什么时候我会需要 因为我测量东西不就量 嗯 结束了吗 你也不会去测九次 那是你才会做 你的话都不太需要思考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测九次 东西在动你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你跑九次了 你会很累耶 他半九天了 半九天了 半九天了 yeah 这样就比较有sense 就是 哈哈 就是白米帅跑 把白米跑步 然后他 大家看他的 好 比如说像你们投类球 不是会那个 球数吗 一样对不对 像黄建平那时候后来从 九十五万掉到九十六万 就是他后来因为他受伤嘛 对不对 受伤然后就下大联盟 然后下大联盟的时候 又到小联盟去 整个奔波了好几年 后来又回到大联盟 就是因为他球数又没了 他球数回来的时候是多少 不知道 然后因为他要 所以他为什么要测那么多次 他是为了要测一种东西 你叫做什么 最高 稳定度 你能不能稳定在那个球数之内 所以他会想要测的话大概 可是 知道就知道 他会拿来算平均吗 很会了 所以还是会去测一下 所以就这个就类似这种感觉 或者还有什么时候会需要测到那么多次 所以跑步 所以跑步 除树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需要测那么多次 2.43 2.46 2.46 想要测那么多次了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这样 2.43 2.46 2.46 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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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2.46 2.47 2.46 2.47 2.46 2.47 然后他要算 他说请你多把它乘100 然后再减料240 然后得到一组组数字 然后再去说 请你利用新的数据的平均数 以及中位数算数元数据的平均数 以及中位数 换句话说他在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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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不过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会念到主的意思 不是 你把题目看完他想要做什么 目的目的就好目的就好 过程都不用迷那里 他想要干嘛 他想要算这些资料的平均数根 他想要算这些资料的平均数根 那可以吗 你中间他讲那么多你现在都不要理他 反正他就是要算这个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你就把它全部加起来 你把它全部加起来除以 有什么 除以9 9比嘛 所以要除以9 然后如果要算中位数的话 你就把它排序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把它乘100 看起来简单而已 可以啊 需要这样做吗 也可以不用 对不对 所以 反正他最后的目的是要求出 元素的平均数跟中位数嘛 对不对 求出嘛 所以我不一定要 我不一定要依照他的指示去做 知道我在讲什么 目标达到就好了 所以你不用把它乘100 你直接这样算就可以 所以现在 你会怎么算他的平均数呢 你会怎么算他的平均数呢 首先 要排是要算他才需要排 平均数都 对不对 啊因为他需要排 所以干喝就先排 看会不会算他比较好算 有算吗 找这大学小干嘛 找这大学小干嘛 对 除非他 除非他是等差 找这大学小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算这些数字的平均数 好 黄子燕 请问他的平均数大概多少 不用算哦 大概多少 来每一个人写 不用算哦 他的平均数是多少 不用算 不用算 你现在先告诉我他的平均数多少 大概而已 大概2.4开头 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哦 知道吗 2.4多了 诶 最巧 这9个数字的平均数大概多少 不用算 直接跟我讲大概就好 2.4多 对不对 什么跟我讲好 因为 因为这些资料通通都2.4多嘛 所以大家都会被 大家都会被分配到 所以你把这些全部加起来之后 再把它处理9 平均每一个人都会拿到2.4不是吗 对了 了解在讲什么 然后接下来才需要平均嘛 所以真正需要平均的是谁 所以你把后面这些全部加起来 再把它 然后后面这些加起来是多少 2.45 还蛮好算的吧 这样就多少了 10 10嘛对不对 然后呢 自己算 45 45 45吗确定 对啊 好 45 所以你把45 再把它怎样 哎呦真好耶 45除19 就会等于5 对不对 可是这个5是什么5呢 0.05 对 这个5是在这个位置的5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的5 所以是0.05 对不对 所以你除以9 就会等于大家先拿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再加0.05 因为这个的5指的是小数点 这个0.01 对不对 自己先把这个写下来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画图 不用像我一样重新画 对 懂意思吗 你要写两个算是1 应该是这一个是这一个 这两个都要有 算法要出来 没有写的一定要写 然后请你 接下来再请你 把它排序 除出中位数 拿上来 中位数就一定要排 自己来 自己来 一定要自己来 因为我这节课 就讲这样而已 然后也即将要下课 来 赶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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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就看其他语文 还没有困 来 你负责问一题 除非你没有问题 你可以说我没有问题 好 哪一个 就这一题 可以吗 第52百分位数 就是百分之后的52那边 就一样的道理 那其实不是四分 那是百分情况之下 所以在百分的情况之下 他们百分是对谁百分 对全部三年几个人 对全部三 好全方 然后 三丁 三丁 的百分有了 然后他要问他在这里的排名 所以他是52对不对 52大概在哪里 对 在图形上的哪里 对 大概在那边 对不对 所以你对下来 因为他是按照此 按照科做的 对下来就在这里 对不对 这里代表是什么意思 对 一半在一些 对不对 一半在一些是什么意思 一半对谁来讲一半 你对他讲一半 他是谁 一半 一半 你要记住 中位数 四分位数 百分位数 都要先讲清楚 总共有几笔资料 所以他总共有几笔资料 所以你要看四百 那你就是让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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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百两百 这边就是 两百到三百 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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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中位数 要算中位数 你要排序 你要把那九笔资料排序 算中位数 这九笔资料自己排 有小排到大 先排 你排好了 排好之后中位数在哪里 在哪里 就答案了 就写答案很好啊 你算出来了 雅轩真是厉害 好 你要写答案 所以 你最后麻烦你自己要写答案 一定要写答 让人家 跟人家讲说 我算完之后 我知道我答案是多少这样 平均数是多少 中位数是多少 不要让别人他要去找 他也不确定你是不是真懂这样 你还有中位数要算吗 你中位数算吗 有算吗 有算吗 有好 算好了就去看其他题目 对 然后中位数在哪里 你排好了 他中位数在哪里 但是答案不是写他哦 对不对 你是用比较聪明的方法 然后最后 你已经都知道答案 所以你就可以写他 中位数是什么 然后中位数是什么 自能漂亮 小时候有好好的被训练 有些人比如说那个 我喜欢那个 我喜欢那个 那个谁 李星成的写吧 他排的时候 直接拿这个来排就好 对啊 就真的是这样啊 你不需要 上面叫我们这样排 哦好 那你给好的时候是这样 好 反正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直接排这里就好 排这里就好 但是你要注意 有些时候重复的 重复还是要造写哦 那还是算一笔 对啊 好 所以 再看看他没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找出来的答案 如果是 排出来是五年答案是五吗 五四 二点四五 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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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尾到要方便 所以你只抓这个来 来看对不对 你要再回去找 可是 可是真正的他那一笔 资料是 这样 好 OK 会就好 来看一下统计的部分 还有没有问题 你问问题 除非你跟我说没问题 很好 很好 很快的看一下 一定要看 好 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要知道百分啊四分啊二分啊都是在讲他总共有集体资料 然后对那个数量来做分割 分割之后我才去找分割的那个位置的那个资料是身高体重还是薪水 好 这很重要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没有 蛤 他说 只 什么叫鸡啦 叫鸡 你们 桌页应该要写到五十二页 今天要写五十三页 好 下次再见 回来 回来 又